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Mats学院,我是Steven,那很高兴,同样很高兴大家能够继续学习项目管理这门课程 好,那接下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节课我们要学习哪些东西 大家来看一下 同样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节课所讲的一些东西 在项目的实施阶段,项目的沟通管理 那在上一讲里边给大家讲了一下项目沟通管理的重要性 想必大家现在有了,应该都有了自己的一个理解和认识 项目管理的重要性,给大家列举了一些例子 然后通过国外的一些实验 给大家讲述了一下项目管理沟通的一个重要性 第二,第三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项目管理的沟通的一个主要内容 这个就是给大家笼统的概括了一下 主要大致的分为这么四点 营造积极的工作氛围 然后举行高校的会议 有效的进行交流 就是主动连续最后一个就是主动连续 需求方进行定期沟通 这是第三个 第四点 第四点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要编制这个项目报告和管理项目验收 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怎样去进行这个高校有序的这个沟通 啊,啊,这个就是我们上节课所讲的主要的就是这么三,三点吧,啊,很重要的这么三点啊,最后给大家布置了客户作业啊,第一个就是理解一下那节课我们所讲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啊,看大家是否都,呃,理解了 是否都转化成自己的这个一个一个思想中的一个内容啊,第二个就是让大家复习了一下我们这节课所讲的在项目的实施阶段啊,项目的项目实施阶段项目的过程控制啊,我们怎样去做 以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好,嗯,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进行了预习 所以呢,我们这节课来看一下在项目的实施阶段啊,项目的过程控制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啊,来看一下,我们同样还是看一下本节课我们的一个简介和目的 同样就是认识到在项目的实施阶段啊,项目过程控制的重要性啊,和我们经常采取的啊,我们经常采取的一些措施和方法啊,怎样保证这个项目过程 能够高效的进行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项目的控制过程的一个定义啊,我们怎样给给他下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定义啊,看一下嗯,简单的看一下啊,项目过管理的过程控制就是保证项目朝向目标方向前进的重要过程啊,主要这个就是类似于一个啊,过程控制的一个管理吧,那就是我们就是要 要及时的发现偏差 并且我们要采取这个纠正错措施,采取纠正措施啊,让这个项目朝着正确的轨道,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 来看一下啊,这个项目的控制过程可以使实际进展符合计划,也可以修改计划,使之再切合目前的现状啊,修改这个过程中的计划的前提是项目符合期望的目标 啊,控制的重点有这么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就是范围的变更 我们要修改这个计划 为什么要修改呢 因为它偏离了我们既定的呃,原本的那个那个轨道 所以我们要修改它 所以修改的前提 我们是希望能够使这个项目整个整体的这个项目符合期望的这个目标啊 控制的重点有这么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就是范围的变更 也是包含在这个变更里边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质量的标准 这就是我们在就是每一个啊,节点节点时间做完了以后 我们要进行检查啊,它这个东西是否达到了我们这个所要求的这个标准 质量的这个标准 第三个就是状态报告以及这个风险的应对 嗯 就是我们要随时的啊,及时的去向你的上级你的Leader去报告这个项目可能要产生的一个风险 以及我们啊,想出来的这个风险的应对的措施啊 基本上处理好以上的四个方面的控制 那项目的控制的任务的项目的控制任务大体上就能完成了 嗯 就是这个范围的变更啊,质量的标准,张状态的报告,报告以及这个风险的应对 好 那我来再看一下这个,有了这个项目过程的项目的控制过程的一个定义了以后 那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过程的,你怎样去控制它啊,我们采用采用哪些方法,我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啊,在项目的控制过程中啊,眼睛,我们眼睛盯入细节的啊,是工程师啊,因为就是这个搞技术的啊,他们你跟他们去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呢是,哎,你说的这些话啊, 你说的这个需求,我应该使用哪些技术去实现,在实现的这个技术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风险,他的脑子里边就飞快的去运转这些东西 第二个就是,眼睛盯住结果的就是老板啊,这个就是很显而易见的,老板只是看中这个结果,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以后,我只是想要达到最终的效果,就是过程什么的,实现 实现的方法是什么,他不管,这样你把最终的结果呈现给我啊,我最终要买药的结果呈现给我,那就是最好的 那第三个啊,眼睛盯入过程的,那就是项目经理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或者说可以说整个项目的这么一个负责人啊,项目经理,因为他要定入这个过程,要去保证,就是每个阶段啊,每个阶段啊,每个阶段啊, 每个阶段他不会出现任何偏离轨道的事情,所以要他要盯住这个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那我们并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但结果是靠过程来保证的,那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都有自己的体会啊,都能够理解 结果好不好,关键是要看过程,所以对于这个项目控制来讲,里程碑就是最有效的过程控制所的,那这个也是我今天给大家重点推荐的这么一个过程控制的,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里程碑啊,简单来说就是说,在我们之前定的一个某一个节点啊,我们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那在这个节点到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进行的去,我们需要进行对这个项目进行验收,我们看他是否达到我们既定的这个目标,或者是说我们既定的这个预期,所以我们来看,嗯,验收节点带来的压力就属于硬性压力,没有回旋的空间,但里程碑节点有时是软性的,不属于燃眉之极,那这个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里程碑, 里程碑节点,我不一定就是说保证啊,我规定你啊,这个必须,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得完成,必须按照我的计划,一丝不苟的,就是不能差一丝一毫的去完成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刚说的有点硬性了,但这个里程碑节点就是说,嗯,应该就是说,能够大致的完成我既定的任务啊,没有偏离 我当时既定的这个原则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出现偏离的啊,这个范围,我们是可控的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验收的一个标准 但是呢,你忽视项目里程碑的项目啊,则是一个将压力压力积累,将风险坐实的过程啊,这句话就是说啊,如果没有我们这个项目过程啊,的这个里程碑的这个控制方法 那,嗯,慢慢慢慢的,慢慢慢慢的,你没有去做一个,呃,检验,那在项目的实施的过程中啊,可能就会某些潜在的风险啊,或者你不能预期的一些风险啊,他就会慢慢的慢慢的积累下来 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这个项目能够,可能就会流产啊,可能就会中途的腰直啊 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呃,应该尽量去避免的一个,一个东西 所以呢,呃,为了应对这样的 风险,呃,的发生,避免这样的风险的发生 所以我们在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合理的规划里程碑节点啊,使其有可效性,有验收的这个价值啊,不能说你到了那个节点啊,我什么都没有做 那,我只是等着来验收啊,或者说没有验收,那这个就不是说我们要行之有效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 我们所期望的就是说,呃,需要这个项目的技术,技术实施人员,或者说项目的需求方,他们共同的去合作 在达到某一个里程碑节点的时候,能够达到我们当时所定的那个预期的计划 啊,不仅能够达到那个,就拿到那个计划,而且那个质量,质量的那个标准也是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那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一个结果 所以我刚说在计划的过程中 合理规划,合理的规划里程碑节点啊,使其有可行性啊,有验收的这个价值 第二个就是说在执行的这个过程中啊,围绕我们要围绕每一个里程碑安排工作,找到这个项目的节奏 这句话就是说,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我们呃,就是在定这个里程碑计划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安排这个目标去安排工作,我们要围绕这个目标去安排相应的工作 不能说偏离了这个工作 原有的这个要求 就比如说远远的小于这个要求,或者说远远的大于这个要求,那这个都是不能呃,不可能行得通的 那三个就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啊,我们就要将这个里程碑的压力传递给项目中的每一个人 这个也就是说,呃,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既定的这个里程碑的一个计划 我们需要传递给这个项目中的每一个人,就是让他们都要知道啊,我们 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们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让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啊,都要知道我在这个节点之前我需要做些什么,然后我才能够达到我们当时既定的这个要求,既定的这个标准 啊,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当其他人不重视里程碑节点的时候,你必须重视 而且要有最高的音量,最大的影响力,要求别人像你一样重视啊,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项目控制的一个手段 啊,也是我比较啊,推荐的,就是说 把整个项目分开成块,类似于分开成块去做 每个块我要做一个里程碑的节点 达到这个里程碑节点以后,我们需要对相应的 呃,项目 相应的这个节点项目,我们就要进行验收 如果达不到,好,那我们立即反攻,我们 把这个隐患消失在就是这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不要等到就是说这个项目完成了以后,这个隐患再继续的暴露出来 这个是我们啊,最不最最不可取的一种方法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本节课程所要重点要讲的这么一些个东西 啊,我们来回顾一下 啊,在这节课里边,我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这节课的一些目的 啊,我们要,我们要讲,我们讲这个项目过程控制的重要性,我们采取的一些方法 第二个就是 我们给他 项目控制的控制的过程,我们自己给了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定义 啊,这样的话,啊,有些同学 之前对这个不是有太大认识的,可能通过这个定义啊,自己有了一个比较感性的一个认识 第三个就是说,那给大家讲了一下,在实际的项目控制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采取的 一些个方法 啊,我给大家讲了一下 在项目控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哪些点,然后 我们应该 呃,怎样去做,那这些都是一个建议 啊,不同的公司可能 呃,由于他公司内部的流程啊,和公司的这个文化不同,可能 他会 呃,有所有所不同 啊,希望大家就是听了这节课以后,能够根据我讲的一些东西,结合自己在公司的一些 啊,他的一些要求啊,啊,啊,总结出,从总结出自属于自己的一套这个规范 啊 属于自己的一一套这个过程控制的一个方法 啊,啊,这个就是我给大家讲的第3点,就是项目控制过程的一个方法,我将自己的这么一个在平时公司中的使用的一个方法推荐给大家 啊,希望大家能够受用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本节课程项目的控制过程,啊,这节课我们想给大家讲的啊,重要的这么123,3点 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客户的作业 啊,本节课的一个客户的作业,同样 还是理解一下本节课我们讲的一些内容,啊 这个本节课的过程可能讲的有些比较大,呃,就是说这个项目的过程控制,啊,给人感觉就是感觉比较 大,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理解一下,啊,这节课的内容 啊,第二个就是复习一下下一节实施阶段啊,外部页面制作的 流程规范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啊,好,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认真正的的完成 像上面的几节课一样,认认真正的完成 啊,朋友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咱们下节课再见 好,谢谢大家 再见